來自新北市盧州的雞排店 來到永連市旁邊的成功商圈 這裡最有名的美食 一定是這家雞排 看看現場大排長龍的民眾就知道 不過到底好吃在哪裡 讓我們來問問現場民眾 童娟 這邊好吃在哪裡 肉 因為肉很多汁 然後皮很脆 很大塊 要便宜 所以我覺得來這邊就一定要吃 這家位在新北市盧州的雞排店 每到開店時間 總是排滿長長的人籠 以麵包粉薄腹雞胸肉下鍋油炸 起鍋後再撒上胡椒鹽 吃起來雞肉口感酥脆 直多味美 因此相當受到顧客歡迎 30年來屹立富搖 我們的醬料都有入味到肉裡面去 而且你吃我們的雞排 我們雞排裡面肉質鮮美 很甜啊 有比於一般連鎖雞排店 業者一路走來 能擁有眾多死中顧客 就是因為利用傳統鍋油炸雞排 因此也號稱是古早味雞排 這種鍋子再炸才有功夫 你恆溫的鍋子再炸出來的肉 它就是熟的就是一般都一般的 可是我們傳統的鍋炸出來就是 你要吃多酥多嫩多 比較酥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工夫 把你炸出來 老闆相當重視製作雞排的美道程序 就零油也是自己提煉 每天使用新鮮的炸油 雞肉也挑選蒸柴食料少骨頭的部位 因此雖然只賣兩種炸物 但還是相當受歡迎 很小的時候 這邊還沒改建的時候 在中山市場再過去一點的地方 他就有一個婆婆在賣 他賣的是一樣的東西 從小到大 對 從小到大 吃了很多年了 我在廬州做生意也做很久 小朋友喜歡吃 我們大家全家都喜歡 除了雞排好吃更特別的是 店家還提供座位 讓不趕時間的客人 像吃牛排一樣用刀砂切雞排來吃 老闆我兩份雞排 每份雞排的前置作業 光是醃肉就要花去兩天 而店家用乾粉當作餅皮 忠實呈現古早味 也讓肉汁成功入味 一口咬下鮮嫩多汁的雞肉滑順入喉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也就是這種紮實美味的口感 讓業者在強敵環似 競爭激烈的雞排界繼續屹立不搖 這就知道肉汁成員家 此方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